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Vivian 有观众提议我测樱桃 今天我就来测试一下吃樱桃的血糖波动 我会先量空腹血糖再吃樱桃 之后测仓后一小时血糖 算出血糖波动和其他水果做比较 再测仓后两小时血糖和大家分享 我们开始吧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86 樱桃大的6颗82克 我要开动咯 吃完咯 等一下测仓后血糖 仓后一小时血糖 仓后一小时血糖94 仓后两小时血糖 仓后两小时血糖83 我今天吃82克的樱桃是一份水果 有15克碳水化合物 热量60大卡 算一份糖类 做一下数据分析 吃樱桃空腹血糖86 餐后一小时血糖94 差距8 所以血糖波动8 餐后两小时血糖83 小于140 在正常范围内 和其他水果的血糖波动比较 葡萝卜5 橘子2 绿葡萄0 巴勒1 莲雾5 绿色奇异果5 红火龙果6 蓝莓9 小番茄11 红苹果11 青苹果12 柳橙14 紫葡萄23 冰香蕉24 木瓜27 黄金奇异果39 常温香蕉43 另外补充一下 在营养学角度 被分在油脂类的酪梨 它的血糖波动是-1 樱桃的血糖波动8 和蓝莓的血糖波动9 差不多 我自己比较常吃的是 血糖波动12以下的 水果我会随餐吃 每天也最多吃两份 因为吃太多 对血糖控制和瘦身 比较不利 樱桃有预防疾病 和改善失眠的功效 适量摄取樱桃 可以对身体起到 基本保养的功能 但是樱桃还是有糖分 如果吃太多 可能会发胖哦 吃樱桃可以补血吗 其实吃樱桃不是补血的好选择 如果要补铁 建议吃红肉或鱼肉 因为动物性的铁质 人体比较容易吸收 但是如果是素食的人 想要用植物性食物来补血的话 建议选择黑枣或红枣 比樱桃来得好 黑枣和红枣的铁质 是樱桃的8到12倍 比樱桃的铁质含量高很多 樱桃一天可以吃几颗呢 樱桃一天吃10颗就好 吃太多可能会导致发胖哦 而且樱桃多吃 可能会有上火的疑虑 另外肾脏病患者不宜多吃 避免影响健康 最后提醒大家 吃完东西的血糖波动 不要超过30 比较不会刺激胰岛强烈分泌 胰岛素 导致合成脂肪 抑制脂肪分解 对于控制血糖和瘦身 比较有利 总而言之 好好控制血糖与热量摄取 才能好好成功瘦身 远离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一个赞 也请订阅留言分享 不要忘记开小铃铛哦 才不会错过我每次的分享 跟留言回复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